J Imperfiel 大家好 我是股金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股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 這個槍手的智力裝備是哪些 首先我們打開odus直 journalists 然後去在遊戲中 那這一次的槍手裝備要介紹自力的部分 那之前有介紹過敏捷的部分了嗎 那大家如果還沒看過的話就趕快去看一下 就之前有介紹一些 槍手可以穿哪一些有加米結的一個裝備 那這一次要介紹的部分是有自力的裝備 就有哪一些部位有自力的加成的裝備 好 那麼 先進來遊戲裡面 那麼 那麼 這邊先一介紹啊 首先是頭盔的部分 我們介紹的部分是 防具的部分 防具跟飾品 那我們先切換到 槍手的這個 欄位 那頭盔目前是沒有加自力的裝備啊 這個風之貝雷帽也沒有加自力 那 第二個部分是盔甲 盔甲這個部分也是沒有加自力的裝備 期待之後會有出加自力的 那 接下來是這個T恤 T恤是有這個自力T恤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基本上大概有兩件 一件是綠色的 綠色的就是老舊的T恤 用交易所來看 交易所比較容易看到全部的裝備 就是有老舊的自力T恤 自力加1 然後 防禦是0 判定值是4 然後 4T的話就是有 在 防禦負1 自力加1 魔攻又加1 判定值是4 通常都會用自力T恤啦 這件比較好 因為它有額外的加魔攻嘛 還有額外的加這個 防禦的部分 基本上大家都用 藍色的那一件 那接下來是這個 手蓬的部分也沒有這個自力的 裝備啊 我們直接跳過 接下來是這個 褲子的部分 褲子的部分就是有一個自力的 褲子啊 那 好像沒顯示出來 沒關係 它製作的那邊也收掉了 這邊就是有一個 智力的禁甲 就是褲子的部分 那它防禦 防禦子跟這個 鐵門褲子是一樣的 鐵門褲子就是防禦褲子嘛 那智力禁甲就是有 額外的再加一點智力 那通常都是製作活動的時候才會 出現讓玩家來做 好接下來是鞋子的部分 鞋子也是有兩種 一個是智力的長靴嘛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吧 一個是防禦褲子 智力加1 安定值4 那 槍手還有額外的智力鞋子就是這個 遠征者的皮靴 遠征者的皮靴有這個 防禦褲子敏捷負1 智力加2 這個是 直接加兩點智力喔 那敏捷的部分是減少一點啦 我都以待有一些犧牲的部分 那玩家如果要 全面撐智力的話 可以穿這一件啦 可是他要扣一點敏捷 因為他可以直接加兩點智力 這個是 鞋子的部分 那通常 應該穿這個 智力長靴就好了啦 因為他有加一點智力 喔那如果你差一點 智力 就可以提升一點命中 或者是提升一點魔攻的話 你可以考慮穿一下這個遠征者的皮靴啦 因為大家直接 就派一服 再慢一點 好這是茄子的部分 接下來是手套的部分啦 手套 手套有這個 最近有這個更動就是 裝備的名稱改變 在哪邊 槍手 遠征者手套啊就是這個 這是 槍手特有的一個裝備啊 他有智力加1 防禦負力 魔法維負力加1 就是回魔又加一點 魔法命中又加一點 所以 這個如果你是要玩 魔法彈類型的一個 槍手的話 建議你要有這個裝備 因為這個裝備 很明顯就是要 又化你的命中率的 因為他有提升這個智力 又加魔法命中 那這件裝備的安定值是4啊 大家 看一下是新的裝備 遠征者手套 好 這手套部分 接下來是副手 副手的話目前是沒有加智力的裝備 槍手目前沒有這個 那接下來是 下一個萬人赤品 赤品第一個有這個紅色的部分啦 有這個神聖賢者 戒指 這隻有加智力喔 加一點 防禦負二 第二個是這個魔王戒指 魔王戒指也是有加一點智力 然後魔攻加二 額外還有回魔加一 那 賢者戒指 這個神聖賢者戒指 就是沒有加魔攻 如果你要撐魔攻的話 你可以 用這個魔王戒指就好 好 那一般的藍色的前者戒指 也有加智力 這邊 藍色這個 這個也有加一點智力 跟一點精神 好這是戒指的部分 那麼接下來 看一下下一個部分 項鍊 項鍊這邊有一個叫做 賢者的項鍊 一樣是 賢者系列的 這是傳說階級的裝備喔 那他有是加兩點喔 加二的喔 加二的裝備 不多啊 目前有這個那個鞋子 還有這個項鍊 還有看看那個 神聖鞋者 鞋子 這個也是加兩點 沒有沒有這個也是加一點而已 然後 然後 項鍊這個賢者 只是加兩點 然後兩點之後 大概有一個魔眼 魔眼 是智力加一點啦 然後一般的話就是 綠色的這個智力項鍊 基本上這個智力項鍊的部分啊 就是 如果你要撐智力用這個就好了 因為魔眼跟這個智力項鍊就是差一點體質而已 魔眼 雷佛雷庫的魔眼啊 他有加一點智力跟加一點體質 那基本上 你要撐智力的話用比較便宜的這個智力項鍊就好了 這是項鍊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這個腰帶 腰帶的部分就是這個 防龍的智力腰帶 目前有這個腰帶有加智力 之後應該還會再增加 我玩的部分就是 沒有 我玩的部分大家應該都是用那個 三層的 那有一些玩家會講說 皮俠克啊 那些 閃亮的皮俠克那個 那個我都把它歸類成三層的裝備啊 所以就沒有 在 文章裡面介紹 但這加零就有加一點智力了 那基本上這個皮俠克 跟 一般的藍車的內衣是一樣的 用到加4 都差不多然後加5就會有一個-6 防禦-6 是1加1魔攻加1吧 但是 基本上是前面這幾個是跟 一般的內衣是一樣的 然後加2加5還有額外加命中 母法命中加1 基本上就是要 這個閃亮內 這個皮俠克的一個 母法命中的這個效果 如果你要稱母法命中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一下這個皮俠克 但是一鍵四百賺 價格不肥啊 那基本上 目前的一個智力的裝備就是這一些啊 那這邊比較建議的話 比較建議玩家穿的一個裝備有這個 這個 鞋子的部分 鞋子的部分如果你要稱智力的話可以用這個 遠身者的皮靴 還有手套的部分有這個 遠身 者手套這個也不錯 智力裝備裡面應該是這個 是槍手裡面最優的裝備 如果你要 增加你的那個智力 這個一定要做 用藍布就可以直接做了 很便宜的6個皮革 我一個藍布 200的粉末 50萬金幣 這樣就可以做出來了 好基本上 智力的裝備就是這一些啊 那我們的 介紹就到這邊啦 就是 手套一定要做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